今天在土耳摩托车城啊 碰见一个美女正在给凯悦的3213R做保养 正好碰到了就给大家拍一下 哈喽你好啊 第几辆车啊 第一辆 第一辆车 那为啥选择摩托车呢 买了摩托车 觉得也挺酷的 那你觉得骑摩托车危险吗 其实还好 就是你有这种安全意识的话 其实骑摩托真的还好 但是一定要有那个安全意识 也试见了好多辆 觉得这个凯悦动力还挺好的 主要是看上动力看上外形 那你觉得这种跑车这种 骑着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其实骑着还挺好的 就是女生嘛 然后骑这个车也觉得比较酷一点 然后也比较好骑 轻巧 您目前骑了多少公里啊 一千多了吧 您觉得这个凯悦这个321双R有啥优缺点呢 目前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缺点 然后觉得优点就是动力强 其实挺 动力 挺好的 那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啊 您摔过没 你这个个子已经相当高了 骑着个车倒过车没 原地倒过车 但是正常骑的话 就没有摔过 好像是有啊 你看 对 原地倒车过 那倒的话 好像有护杠也不要紧啊 对 其实没有啥 没啥 而且它也比较轻 就是像这种女生的这种力量 是完全可以把它扶起来的 可以扶起来 对对对 没问题的 你当时对比过没 对比过 然后也试驾了一些车吧 就觉得这个样子挺好看的 尤其这个刀锋板 我觉得这个配色还挺好看的 你觉得它坐高怎么样 坐高 挺舒服的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挺有安全感的 因为能双脚着地 可以踩实 对 没问题了 那你方便给大家看一下吧 你个子有1米7几是吧 1米72 1米72 对 这坐高应该是个800还是个8 790 790 对 其实还好 就完全可以着地 可以完全踩实 对 没问题 311双儿半晚得3万块 差不多 差不多吧 3万左右 双缸的 对 那您目前有不满意的没 对这个车 目前没有 还真没有 平时上下班待步 上下班不待步 就是下班的时候天天骑它 就下班玩 对对对 玩 就有时候一起出去玩 或者自己骑也 感觉也挺棒的 主要就是西安现在可以骑嘛 对 骑行氛围也都挺好的 但是大家也比较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对那您跑过跑过长途没 没有 目前还没有 对也没有跑过山 因为不敢 那可能在熟悉一段时间 然后左右有朋友 有朋友带应该就问题不大 跑个山吃个农家乐 其实周末山里也凉快 其实还挺美的 对就是买之后 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安架培训 然后安架培训完之后 你上路可能会更得心应手一点 那刚开始还是要骑得慢一点 还是要多注意 感谢你给大家分享 你觉得它震不震 这个车震动大不大 还好 震动大的话 就是你就升档了 升档完了之后就 其实震动不是特别大 不是特别大 骑这车费腰不 腰累不累 骑的话 腰其实还行吧 我觉得如果你一天骑个 一百多两百公里 其实还是有点累 那你正常的话 可能会 比如说路口啊什么 你可能会休息一下 伸展一下就没问题 车主也是讲了 主要就是颜值高 车轻 自己骑还没发现啥明显的缺点 确实好看 这个配色也挺好看的 那行 谢谢你啊 没关系 你能给大家点个火不 我看漆了多少公里了 双更声音也好听 那好好 谢谢啊 没关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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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